欢迎收看财经几时投 我是婉伦 国际原物量不断的在涨价 铜价也即将飙高吗 究竟接下来如何观察 让我们来欢迎李欧 大家好我是李欧 铜价金金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可不可以超前部署相关股票呢 来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 为什么铜价会大涨 当然有原因嘛 智利的铜矿 这个铜矿是全球最大的铜矿 它的总蕴长量 总产量占整个全球的5% 那为什么呢 因为劳资纠纷 薪水桥不定 所以酝酿罢工 所以酝酿罢工 最直接就会导致产能往下降 所以铜的价格预先反应 就开始往上做一个冲高了嘛 但是你觉得铜它的上涨 是现在因为这件事情才开始涨吗 不是 它的上涨已经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它的上涨有它的基本面因素嘛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国际 其同的报价 你仔细观察 从2009年的127块美元 飙到2021年 这十几年间 471块 已经飙涨270%了 它的涨幅非常的惊人 尤其是最近2020到2021年这一段 速度非常的快速 好 那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这个全球的矿业龙头 专门挖矿 采矿的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智利罢工的这个矿场 它拥有的股份 这个股份 占60% 那你要知道 这个必合必拓 它股权占60% 它不只在这个地方 有矿场 在很多全球的各个地方 都有矿场 你仔细观察它的股价 涨得更凶悍 短短6年的时间 就飙涨363% 是不是非常惊人 而且一直不断在挑战历史高 那为什么这个趋势 会这么的明显 其实最主要 追根究底的原因 就是因为绿色能源的趋势 我们知道绿色能源 会使用到非常多的铜矿 就像电动车 电动车 一台要使用80公斤的铜矿 是正常一般的 传统汽车的4倍之多 所以你光是从这个数字 你就可以知道 将来到2030年 2040年 全球禁售汽柴油车的时候 全部都要改电动车 整个铜的用量 是不是大幅度的提升 4倍以上 所以铜的价格 本来就会水涨船高 再加上350来个罢工 还有因为疫情的关系 铜矿里面的工人 它也变少了 产量变少 铜的价格自然就节节攀升 所以你看到全球铜矿的供给跟需求 你看这个趋势很明显的是在往上走高 从2020年 整个全球铜的需求量 140万吨 140万吨 到2030年 短短10年的时间 你看迅速翻了好几倍 来到540万吨 为什么 因为2030年之后 就无法再贩售一般的车子了 准备要改成电动车 2030年之后 电动车会加速大幅度快速的增长 全球一年 它的总产出会高达5500万辆 所以这个数字非常惊人 如果对应到台北股市 有什么股票是跟铜有相关的 最直接的就是第一桶2009 你观察它的股价 从之前的19块不到20块 短短的时间马上就飙到76块 最近经过横盘整理 但是因为今天又有这个铜矿厂 酝酿罢工的消息 今天就冲高冲到62块半 冲到涨停板 那收盘有稍稍震荡 可是我们从长期长线的角度来看 其实铜的需求还是会持续不断的往上走高的 那再来我们看到8358的金居 它做铜箔 很多产业 其实不止电动车 你看到这个做铜箔机板 有没有 是不是需要铜吗 做这个ABF的载板 PCB印刷电路板 其实全部都会需要使用到这个铜 那铜呢 它有个铜箔加工 我们知道金居就专门做铜箔 铜箔加工的这个费用 一直不断的再往上调高 法人预估它今年的获利呢 是7.7元 可是你仔细观察 它的上升趋势都很明显 一直不断走高 今天收盘收多少 87块半 法人预估今年EPS7.7元 其实本益比才11倍多而已 所以我想类似像这样的标的呢 都值得投资朋友来长期做一个关注 好的 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做一个参考 记得加入李游老师的 LINE A跟Telegram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